洛杉矶华美博物馆 日前举办了年度的元宵节活动 吸引了很多华人 还有其他族裔民众共同来参加 元宵节是每年农历食物 也是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完美结束 为此洛杉矶华美博物馆 日前举行第15届欢庆元宵的年度盛会 当天的庆祝活动热闹无比 博物馆还向民众赠送电影 功夫猫熊第三部的海报 熊猫人偶也现身会场 与大人跟小朋友合影兮兮 由于今年是猴年 孙悟空也应景前来跟市民一起同乐 而舞台上还有精彩的魔术表演 让民众开得目不转睛 感受欢乐的佳节气氛 现场还有天位向美中民众教学如何使用中国传统算盘 练习毛笔书法 学习制作手摇鼓 赫年卡 灯笼跟风筝等 还有画花脸和儿童故事环节 当天的庆祝活动从中午12点开始 一直到晚上7点才结束 让美中民众共度温馨热闹的一天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